夜幕下灯火通明的北京建筑群 独具风情的意大利小镇 花园中遐想的少女 海洋里畅扬的海豚 这一幅幅色彩丰富 形象灵动的绘画作品 全部出自一群特殊的小画家之手 12月14日 很高兴遇见你 金羽翼自闭症等心智障碍青少年绘画作品公益展 在北京进行本站的最后一天寻展 展览现场 小画家康瑞向记者介绍了他的一幅名为沧桑的作品 他说自己很喜欢狮子 这幅作品中最难画的部分是狮子的鬃毛 此外展览中还展出了多幅康瑞的作品 康瑞的母亲告诉记者 从7岁起康瑞就开始学习绘画 这也给他带来了身心上的变化 最早就是说人笔都拿不了 那那个就是都是这么大把抓 慢慢的可以拿笔了 拿笔可以画一些简单的图形 然后现在呢就可以画的就是越来越复杂 他的这个手眼协调呢就通过绘画 他也就是现在的基本上和咱们正常的普通的孩子 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就是绘画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的性格也就更开朗了 当天活动大使张子霖也来到展览现场 与参展青少年交流合影 张子霖说 给予心智障碍儿童更多的关注 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逐渐的认识和关注到这个群体 在十几年前大家可能看到一些 孤独症的小朋友会觉得 用很诧异的眼光去看他们 但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认知 然后更多的朋友得到了这种 关于特殊儿童的这种教育和了解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进步 据介绍 本次展览以流动美术馆的形式 共展出136幅自闭症等心智障碍青少年的绘画作品 展览发起人张君如表示 从2012年起 展览至今已走过58站 通过展览 让小画家们得到与民众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也能让民众感受到自闭症等心智障碍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和艺术造诣 咱们国家有8000万的这个残障人士 但是其实我们很难看得到 我们用这种流动的方式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自闭症孩子们的画作 能够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美好的 他们也非常渴望能够让社会大众了解他们 并且在艺术当中也能够获得快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